手機用LINE傳訊息的時候 民眾常常會使用各式各樣貼圖表達心意 那麼現在有不肖商人看準的是貼圖商機 居然刻意鬥用貼圖做商品謀齒暴力 引發相關原創作者投訴要來抗議 張納嘴露出銳利尖牙 無辜撒嬌 還是仰天暴童崩潰 手機原創貼圖擺變表情包 讓訊息不再冷冰冰 以前就還蠻喜歡撒魚的 然後就覺得說用鯊魚的形象 然後做一個比較可愛呆猛的感覺 有曾經在排行榜當日第一名 鯊魚先生探出頭對著鏡頭 麥蒙菜哨 翻轉修猛形象 原創作者也現身 探身面具的江先生在微弱燈光中 迸發創作靈感 貼圖誕生快兩年 單月使用數據破三百萬 就有不肖商人動起歪腦筋 開網購平台鯊魚先生跳出螢幕跑到T恤上 這連床包浴巾都有他的身影 但這些統統未經授權 讓他傷透腦筋 我們自己作者也是很頭痛 那還是希望說大家可以支持正版 不只鯊魚先生熱門的原創貼圖 還有白爛貓超Q的表情 能夠用在各種的情境 但是卻被任意盜用 看準白爛貓曾滾坐全球百大貼圖房第四名 耍廢舊世界貼圖被不騷業者複製貼上到上衣 更推出口罩又騙不知情的粉絲 不小心就會掏錢支持 對此白爛貓表示 只能盡力到社群平台提醒 並讓公司合力檢舉 但受害苦主還有這隻老虎 該謀要帶點厭世的 我不是胖虎 出沒在各位網站 但雙眼脫窗變形 讓作者也哀嚎 這麼醜還敢賣 雖然的原創貼圖取代文字 傳達情緒 療癒無數人心 卻成為詐騙集團的賺錢管道 民眾得盡慎留意 別聽錯人 花冤枉錢 記者葉志聰 最後一看不到